陈老师工作室出品 Hi 我是陈老师 及多皇朝被艳达人灭后 艳达人又被撒山科斯和突厥所灭 在六世纪末和七世纪初 北印度又呈现了分裂状态 在各地的诸侯也开始割据 经过一段时间后 只剩下四个比较强的皇国 建成了两个军事集团 第一个是坦尼沙王国 第二个是穆克里王朝 第三个是高达王国 第四个是摩涅婆国 这几个皇朝之间亦相互打仗 形成了敌对的军事集团 在公元604年 坦尼沙国的国王 波罗帕揭罗佛弹那 派了他的长子 罗加佛弹那和他的次子 葛利沙佛弹 葛利沙佛弹 葛利沙佛弹也是以后的戒日王 派了他们两兄弟去攻打 龐借浦一带的艳达人残余勢力 当他们知道父王病重时 他们便开始班斯回哨 回到他时 他的父王已经死了 而他的母后亦殉葬 与此同时 高达国王亦联合摩涅婆国王 去攻打曲女城 穆克里王朝的国王 被人打败了 而且杀了 所以高达王国和摩涅婆国的联军 亦迫近坦尼沙城 在公元605年 坦尼沙国的王子 即是长子 罗加佛弹娜继承皇位亲兵曲女城 但后来被敌军所杀 去到公元606年 葛利沙佛弹在大臣的拥护下继位 号称戒日王 他继位后 又立即赶赴前线 去曲女城迎战敌军 最终戒日王 也顺利把敌军赶出曲女城 曲女城被收服后 穆克里国由罗加塞里统治 实质形成了两国的联邦 六年后先后剿灭了北印度的诸国 后来去到公元612年 穆克里国的贵族和群臣的请求下 戒日王亦继承了曲女城的皇位 两国合并成为戒日帝国 定刀在曲女城 所以北印度政治中心由华士城 西移到曲女城 戒日王朝建立后 戒日王继续北伐 在东征西土之后 打算继续南征征服南印度 完成统一大陆的霸业 但受到南印度遮留其王朝的阻挡 最后退回自己帝国 到公元620至634年 戒日王进军德干 后来戒日王亦战败退回北印度 自此南北两皇朝以纳尔马达河为戒先 南北分治 虽然戒日王朝在南征比较失败 但在东西征方面亦非常成功 在公元637年 曼加拉地区归入戒日王的通治 而东北印度的加摩留波国 一早就与戒日王结盟 而且承认戒日王在北印度是他的宗主国 在戒日王朝的时候 在帝国境内有三十多个封建凡国 戒日王就是联盟的盟主 但后来随着封建凡皇的势力不断扩张 帝国的末期地方亦开始割据 地方的分拳亦更加明显 在647年戒日王死的时候 帝国亦随即瓦解 北印度亦重新陷入分裂的状态 戒日王的时期大概在公元606年至公元647年 亦相当于唐朝的初年 戒日王死后 一些大封建柱就开始割据 整个印度亦再次陷入分裂 戒日王朝之后的五十年左右 阿拉伯人又开始入侵 戒日王的人 其实与中国有很大的渊源 唐僧在西天取经的时候 多次在他的大唐西域记 提到戒日王这个人 元壮对皇帝也有相当高的评价 他在大唐西域记中说 戒日王将一日分成三个时段 每个时段都要治理他的国家 戒日王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戒日王亦经常巡视他的国土 唐三壮之所以成功取得西经 亦多得戒日王不少 戒日王本身不是信奉佛教 他信奉的是湿婆 即是婆罗门教 但唐三壮来到印度的时候 他宣扬的是大乘佛教的教义 戒日王亦没有介意 亦很支持他 在戒日王在位期间 亦开了很多次大会 戒日王亦多番礼遇唐三壮 后来唐三壮作为报答 亦翻译了很多中文书籍 给了戒日王 促进了当时中印文化交流 当时时期的印度是说繁文 所以不单是我们取了经过来中国 亦带了很多经典去到印度那边 今集的时间来到这里差不多了 我是陈老师 没什么套路说说印度 我们下集再见